行李箱接近百公分 監察官記者會上特別秀了出來 因為涉嫌和廠商收賄的中油執行長 上千萬的現金 疑似都透過這個行李箱來運送 監察官突襲搜索執行長的辦公室 搜出來的現金一大跌一大跌 就擺在地毯上 搜索人員是忙著要清點 藍色的千元鈔之外 還有成本的兩千元紙鈔 分別就從辦公室的抽屜櫃子 甚至是還沒有打開穿過的外套裡面 通通滿滿都是錢 兩千七百萬的現金怎樣來的 執行長回應借來的 原來檢方早就接獲了線報 徐姓執行長和廠商關係好 其中一間在109年投標的設備廠商 業者25號在高鐵站出現的時候 推著醒目的藍色行李箱 馬上引起跟監人員的注意 而事後調查 行李箱內裝的是現金 業者上了轎之後 把錢換到了精品手提包裡面 車直接開到了執行長辦公室 滿滿行李箱的現金 塞爆了抽屜和櫃子 今天出顧這個行李箱 大概裝進可能近千萬 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去調查 前面的清查了解 來做一些篩選 其他的員工涉案 當然我們也請涉案員工能夠自首 涉入受惠案的執行長 在2019年接任職務 在辦公室裡面 擺放千萬元的現金 因為說辭過於含糊 交代不清 已經收押境界 眾有除了暫時將他停職之外 他所承接的標案 也將受到檢視是否有問題 3D新聞黃啟超 朱宇榮 高雄報導